美國的金元外交政策 究竟它通常是怎樣去剝削一個國家的 什麼策略的 時間關係 我都大概講講幾點 通常就是 首先美國就找到一個國家 通常都是幾樣東西 國家對它有好處 它覺得它可以在那裡拿好處 比如拿什麼好處呢 譬如說那個國家地理上是有很重要的 譬如說政治 地緣政治 或者是地區政治 叫做很重要的 有利的地理因素 它可能要在那裡駐軍 或者是部署一些武器都不行 所以首先地理上這個國家已經覺得有利用價值 那就會去了 譬如好像菲律賓 另外呢 第二樣東西 通常美國要削水 削什麼呢 就是削資源 如果它覺得你的國家有資源 譬如好像石油 或者礦產 美國就會去了 就說我跟你合作發展 甚至乎 就說不如你將一個開採權給我 我幫你發展 這個模式就是哪裏發展呢 譬如舉個例子 譬如南非洲 委內瑞拉 就是委內瑞拉基本上就是世界石油穩藏的 非常之豐富的國家之一 但是委內瑞拉大家知道 近十年八年 這個國家就窮到七彩 窮的意思它不是真的窮的 只不過它將石油開採權賣給其他外國人 然後曾經石油油價大跌 另外就是外資的撤走 然後就有整個委內瑞拉 有四分一人口 大約七百萬人 就要逃離這個國家 挺恐怖的 就是每四個人要一個人走 為什麼要走呢 因為沒有飯吃 政府又腐敗 政府又沒有錢 接著就貨幣大幅貶值 外資就撤走 本來有很多石油 石油就不知怎樣 被外國壟斷了 然後油價就跌了 那就不行了 很多的例子都是說 美國首先會看到一個地方 是有地理上的利用作用 第二就是資源上 總之就是賺著數 如果你不聽話 我就扶植我的政權上去 如果有當地的市民要去反抗 我要自己選一個總統出來的 美國就會打壓你 甚至最惡劣的地方就是派兵 當然派兵之前也會做其他事情 做其他手腳 最重要的是 看看你本身有沒有武器 如果你真的有武器 就像利比亞狂人卡達菲那麼蠢 就是哄了你 先把核武交出 然後過很多十年八年才撞倒你 如果你是沒有殺傷力武器 就像侯塞恩一樣 我就冤枉你有大殺傷力武器 就說你有 所以我就派飛機去炸你 這些就是美國的配合 金元的政治加上武力的政治 去剝削其他國家 大致上就是這樣 其實過去幾十年都在做這些事情 現在如果你金元的政治 就是更加要利用美元的地位 剛才Anthony也說了 現在美元的地位在抹落 這個其實你看到 對美國是很大的殺傷力 對他自己本身 因為他沒有了美元 可以做一個武器之後 不是那麼容易配合到其他的 譬如用武器進攻其他國家 或者賣軍火出去給人 搞亂當 然後令到有些國家有來戰 你有來戰就需要武器 那就變成武器 軍火箱又有生意 就是整個部署 都是一個連環權 可以簡單來說就是連環權 這個也是美國過去幾十年 在全世界做的事情 現在終於出現一個逆轉的形勢 好 接著講一下話題 就是很快講 這個是紅刀拉斯 那紅刀拉斯 最近最大新聞就是 不和台灣再有來往 那就轉移和中國建交 我們首先看看紅刀拉斯的地理位置 這個八道地圖都看得很清楚了 北面就是美國 墨西哥 這裡是中美洲 南面就是南美洲 委內瑞拉 剛才我所說的 這是石油國家 哥倫比亞 然後還有一些中美洲的國家 譬如是古巴 維地馬拉 多明尼加共和國 這一堆的國家 你可以看到 其實 就是 紅刀拉斯的地位 位置是相當重要的 北面有美國 南面有南美 如果中國現在和 紅刀拉斯 建交之後 中國在這個地方 就可以有更大的影響力 難怪美國是很震驚的 但是 美國似乎都沒有辦法 做不到什麼 所以現在 紅刀拉斯 最近 就是和中國 建交之後 也是很想 將自己的國家的經濟 搞好 我們首先看看 紅刀拉斯 一直是靠什麼 去 賺錢 為什麽奇怪 為什麽奇怪 就是 其實紅刀拉斯 有很多資源 為什麽 你要靠這些來賺錢 我剛才和大家說了 紅刀拉斯靠什麽 紅刀拉斯 如果根據網上數字 就說 大概十年前 它的人均GDP 就二千多元美金 就是萬多元港幣一年 就是每個月千多元 不是很多 就是人均GDP 好了 它生產什麽呢 五種東西 原來都是很低的 就是很低的技術 包括什麽 種咖啡 種香蕉 種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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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種 是成衣加工 你一聽 就幾樣東西 為什麽全部都是低的東西 而且不是太難做的東西 就是種咖啡 最重要是地理位置 你的氣候 可以的 有地方自然可以種咖啡 種香蝦 種香蝦 是吧 養蝦也是 很簡單 你做個蝦蝦就可以養蝦 是吧 還有養魚也是 棕櫚 棕櫚油 你種棕櫚樹就可以了 最難是成衣加工 就要建工廠 但無論如何 你一看這六樣東西 就大件事了 全部都是很簡單的 不用怎樣技術的生意 窮都拉斯 你這個地理位置 這麽重要 為什麽你不是一個 其實它有七個港口 其中有一個是 中美洲最深的深水港 理論上你可以做很多貿易的生意 你可以作為貿易的橋樑 中轉港 然後將貨物到處運轉都可以 如果那裏有貨櫃碼頭 有港口 有很多生意可以做 為什麽你這麽優越的位置 去種東西 養魚養蝦呢 真是奇怪 難怪台灣和它建交了這麽多年 它還是這麽窮 究竟你台灣和它建交 你幫到它什麽呢 沒有東西 沒有東西可以幫到它 那麽是不是有些勢力 就根本是壓制了 宏都拉斯本身的發展呢 其實它可以在很多方面發展 是不是有些勢力 根本不想去發展呢 因爲那個地位這麽重要 港口這麽深 有深水港 沒理由不做貿易 是吧 好了 所以現在宏都拉斯終於醒了 就說 我不可以再和你台灣合作 你都幫不了手 是吧 我們繼續是這麽窮 熊都拉斯 熊都拉斯被標誌為 一個貧困的國家 是需要去扶貧 這麽嚴重的 那麽嚴重的 你看回它生產這麽東西 就知道 都真是這麽嚴重的 就是 招和交 就是 我想幫你熊都拉斯買的 是吧 所以好了 既然熊都拉斯的國家這麽窮 那麽現在中國和它建立外交關係之後 其實很多事情可以做 我們看看熊都拉斯的資源 原來是不簡單的 它的國家其實有1000多公里的海岸線 有7個主要港口 其中一個科爾特斯港 就是中美洲唯一的深水港 這麽氣候溫暖濕潤 全個國家有一半是山地 盛產優質的木材 還有它有金礦、銀礦、煤炭等等的 礦產豐富資源 銀的儲存量是中美洲第一位 哇 你一聽完之後 就發覺 不是啊 這個國家其實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為什麽之前不做呢 是否沒有人給它資金呢 或者是有些人不想它發達呢 是吧 好了 現在中國和它建交之後 好了 最近有一個消息出來的 就是什麽呢 熊都拉斯的外長 就說了 我們現在和中國建交了 不要想搞好經濟 這位就是外交部長雷納 雷納兩天前公開聲明了 中國有沒有辦法幫忙 減輕熊都拉斯的債務 那他一說完這個話 那些人就說 哇 不是吧 你和中國建交 你要中國幫你還債 不是吧 你欠多少債啊 200億美金啊 不少啊 你的GDP都是300億美金而已 一年 你欠了現在外債200億美金都很多 就是三分二的GDP都還債 處理債務 那些人一看就說 喂 我們這次中國交錯了朋友了 這個人 即是這個國家 立刻呢 就要求中國幫他還債 喂 不行啊 這樣 如果一個國家一建立外交關係 就可以幫他還債 那就很麻煩 其實呢 就不是這麼簡單的 其實呢 外長雷納呢 只是說呢 看看有沒有辦法研究 跟中國的金融機構合作 在他的幫助之下呢 將債務重組而已 我不是叫你中國還債 我看看有沒有辦法 中國的金融機構 可能是中國的銀行啦 幫助債務重組 這個就很不同啊 幫他 就是幫他債務重組 拖長那些債 然後給一些計劃出來 搞好經濟 令他將來有錢還債 這個完全是兩回事啊 對不對 所以現在中國呢 正正就是後者了 就是說呢 幫你搞好經濟 等你國家富裕 有增加收入 就可以還債了 就不是說真的 他要求中國幫他 現在就還了200億美金 不是的 而是 大家想一想 將首先的債務 比如一些短債 用辦法轉長一點點呢 省長一點來還 讓壓力沒那麼大 在這段時間那裡 給紅刀拉斯去喘息 去搞好經濟 是 原來一看 原來這麼多事情可以搞的 這麼多礦產可以發掘的 那自然呢 那個債務重組 你就有機會成功了 是吧 所以好了 現在呢 其實那個長遠來看 我們看紅刀拉斯和中國的合作 是一個長遠的 一個可能是搞礦產 搞港口的貿易 或者是帶領一些中國的投資者 去投資當地 可能是除了礦產 之外 可能是發展旅遊業都不領 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或者是再將它現在的農業 提升技術 優質化一點 提高生產力 很多事情可以做 那所以呢 現在中國的和 紅刀拉斯的建交之下 我們看到呢 這個是一個很有潮力的市場 只要有資金有技術 還有給他一些時間 相信紅刀拉斯的經濟 一定可以由主危為機 慢慢把經濟搞好 現在呢 所以我們不要這樣聽片面之詞 說紅刀拉斯要求中國還債 幫他還債 這個事實不是的 只不過呢 是要求中國幫忙 搞好經濟 很多事情可以做 這個就是我想說 紅刀拉斯現實的警方 好了 看回美國呢 相對來說呢 美國的前景就真的繼續 擔憂了 一看完這張照片呢 就已經眼火爆了 就是呢 每一年呢 特朗普都會出席這個 是WIFO的連會 WIFO就是手槍 就是每年呢 他都出席這個連會呢 就是支持美國的槍械 機構拿選票嘛 是吧 槍械的槍枝製造商是一個 挺大的選票來源 也是選舉的資金來源之一 所以特朗普每年都很避免出席 那最近他又出席了一個 那個槍械的連會了 那就說呢 如果他做總統呢 他就會保證到呢 美國合法地擁有槍枝的人呢 就會保障他們的權利 就是說呢 他是看到現在美國的槍枝 有時候是濫用 或者是有一些是很頻密的槍擊案 令到有人傷亡 但是他基本上都要保障 如果有人是有權去獲得槍枝的 合法地獲得槍枝 應該保障這一幫人呢 他們是繼續擁有槍枝 那你這樣表面上看 都好像又不是不合理的 那可能有些人說 有權合法地保有這個槍枝 譬如說在擺支槍的家裡 防防盜這樣 那理論上都不是不合理 但問題呢 現在那個槍枝 就算有權擁有槍枝的人 究竟他怎樣去確保槍枝安全呢 好了 那近日美國發生一連串的 都挺恐怖的一些槍枝事件 讀一讀給大家聽 就是 其實過去在周末發生了七宗 造成至少十三人死亡 幾十人受傷 那我不斷說了四宗 第一宗就是阿拉巴馬州 戴德維爾士 是一個舞蹈室 就當時為一名十六歲的少年 舉行生日派對 有些是衝突的 可能有些青年人之間有些衝突 之後呢 有個青年人就拿一支槍截反去現場 跟著就殺了四個人 受害人全部是青少年 阿拉巴馬州這個城市 就是叫做 剛才說了 戴德維爾 就在15號晚上 晚上十點幾發生的 四人死了 28人受傷 那一晚呢 本來是唯一一個十六歲的女孩子 舉行生日派對 但是呢 結果就是有衝突之後呢 有人就拿了槍 殺了四個人 就傷了二十幾人的這樣 這個是發生在阿拉巴馬州 好了 第二宗就是發生在明尼蘇達州 波普縣 這個還是阿拉巴馬州 好了 明尼波達州波普縣 就是什麼事呢 就是有一個警員呢 就去一個住宅處理一宗報案 租一名男子槍擊 造成這名警員呢 是死亡 而事發當天呢 這位殉職的警員呢 剛好呢 就是44歲的生日 就是說這個44歲的警員生日 當日呢 執行職務 去到一個住宅 執行職務 有人報案 結果被男子槍擊斃這樣 那又再回去這個是阿拉巴馬州 阿拉巴馬州 不是啦 不說阿拉巴馬州 說這個狠塔基州 因為狠塔基州有兩宗 好 去回狠塔基州先 狠塔基州 先看看狠塔基州的圖 對了 這裡 狠塔基州發生了兩宗 第一宗 狠塔基州 路易斯維爾市一個公園 有人就向人群開槍 就造成兩死死傷 那這個就是第一宗 狠塔基州 一個星期內 狠塔基州發現 就發生了兩宗 第二宗 第二宗是什麼呢 第二宗就是這宗 五死九傷 槍擊案這些就大禍了 有一個銀行職員 就是拿一支槍回去 就是在他工作的銀行那裡 這個是二十三歲的銀行職員 就拿著一支捕槍 就打死了四名的同事 和槍傷九個人 死者當中 包括一名頭部中彈的年輕警員 結果最後 包括槍手在內 最終這宗案 造成五死九傷 又是在亨特基州發生 亨特基州一個星期內 就兩宗 一宗在公園 一宗在銀行 這宗是在最大的城市 路易維爾市中心發生的 就在四月十日 早上八點半 這個銀行做的職員 可能和他的銀行的職員 這個銀行的員工叫做 他拿著一支捕槍 打死四名同事 可能和那些同事有爭執 有個警察來到 一個二十六歲的警察 亦被擊中頭暴死亡 狠塔基州長 表示相當之哀悼 形容這個警員 或者銀行的職員 很多都是正常人 和天天見面交談的人 想不到被他的同事 拿著槍殺了 不斷說四宗 其實過去周末發生了七宗 七宗就造成是 十三人死亡的一共 可以看到現在那個 就是美國的內部 都發展得挺可怕的 但是這個極有機會 可能成為下一屆總統的特朗普 竟然繼續公開 在這個槍枝的聯會 支持這個槍械 合法化 也是挺恐怖的 當然了 美國還有很多問題 基建問題 鐵路的問題 吸毒的問題 即是吸大麻 吸大麻 都是一個很普遍 在年輕人的現象發生的 所以有時候我也有很多 有些朋友 其實送子女去美加留學 他們不是擔心什麼 而是擔心如果真的 子女在那邊認識到那些壞朋友 就是你都可能要遇到她 都有機會 挺有機會吸食大麻 都挺恐怖的 大家好 石樓台已經簡化了訂閱的流程 不用驗證電郵 想付費訂閱石樓台更方便 我們都優化了視頻播放器 網速比較慢的時候 都可以看得流暢的 如果有任何關於訂閱 或者使用的問題 歡迎你聯絡我們 你可以在香港辦公時間 致電3181-3890 或者是用畫面上的這個地址 發電郵給我們的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的內容 例如10分鐘看中國 是其他媒體比較少說的 中國新聞時事分析 石樓台歡迎全球的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步 去巴士的步的網站 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希望你們支持巴士的步 訂閱石樓台 多謝大家 請到老師 幫我提升 按一下 unit 不如是 臂足 按一下 按一下